研究发现瀕临死亡人的大脑可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突然激发出超长的活力 根据5月1号发表的一项研究 两个明显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在被关闭体外生命支援系统后 大脑突然显示出了激增的神经活动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院刊上的测项研究结果 为一些冰死体验的说法提供了科学资源 冰死体验是一种发生在病人即将死亡的时候强大而且神秘的体验 根据国会三报的报道 密西根大学的纪莫·博尔基金对此表示 这个发现为我们是如何死亡的 这个令人感到既惊奇又模糊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对市民被栽除生命支援系统的病人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中 博尔基金的团队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 市民病人中有两人的大脑在死亡前的瞬间并发出了超高的活力 特别是这些病人显示出一种突发激增的特定类型的脑电波 这种脑电波通常代表着这个人在进行有意识的思考 那为冰死病人的伽马波模式达到了高于正常人在有意识的大脑活动中所发现的水准 在病人死亡的瞬间所产生的这些脑电波被称为伽马波 其水准飙升到之前的300倍 迄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在死亡时所经历的过程仍然不为人所知 在传统的说法中死亡只是生命过程的突然结束 特别是指大脑和心脏的生理活动的突然结束 在实践中当一个人被医疗专业人员宣布死亡的时候 他在法律上就是死亡了 而医疗专业人员并不是根据病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做出这一判断的 而是在检查他是否持续的没有的心跳或者是脑电波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的 在病人长时间对外界没有反应之后 家庭成员通常会选择切断病人与体外生命资源系统的连结 这个时候病人的身体会因为缺氧而慢慢死亡 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着一些更复杂更难检测的情况 波尔基金指出人有一种可能性即是存在隐蔽的意识 一种我们目前无法检测到的意识体验 它在身体表征之下继续存在 并在死亡临近时突然涌现出紧迫的生命意识 2008年他在研究中风对大脑产生的促进睡眠激素的影响时 意外的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 在死亡前的那一刻与电脑相连接的老鼠大脑显示出了血清素的突然激增 血清素是一种与大脑思维和感知功能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 波尔基金告诉国会三报 血清素你可能知道是对大脑功能很重要的基本神经地质 当它发生故障时会导致精神障碍 他的团队在2013年论文中写道 这些资料表明 哺乳动物的大脑在濒临死亡时 可以产生与神经相关的高度意识活动 尽管这些听上去很矛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